一定是陰謀論 因為你解釋不到的 為什麼要有一個扶貧委員基金五百億 還有另一個人說到重情有可言 覺得你傻或者你不了解情況 但你何喜華接觸農屋居民 或者落了深水埗這麼多十年 你可以這樣說這句提議出來 你做這麼多年社會工作 你都知道中介機構是怎麼會浪革的 我們早幾年才經常說慈善團體 你捐十元有六元就去了行政費 你都面對過這個問題 你都面對過這個問題 你現在又弄回價錢貼屋居 我真的走過給十元乞衣 他真的拿十元 你捐給那些慈善機構 紅十字會 你那些幹事 然後那些職員 你出糧出去了 或者很多養的辦公室 或者很多admin的集費 那裏沒有了六元 那這十元只剩下四元 那也是很白癡的 為什麼現在政府 那一億政府 硬了他有什麼問題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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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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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